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過4070雙風扇版本的分析之後 這次給大家帶來走TEC這張目前最短的版本 雙風扇的格局 尾巴切個6mm 湊個22cm 可能還可以再裝更多的殼 2.2槽的格局 月間也不高 裝在SUGO16上其實還剩下蠻多的 頂至進氣負壓插做好的話 溫度應該還可以 那我們先老樣子來測一下裸測的溫度 那如同之前EU的水冷散熱器 我來一起測一下 我把12000轉的風扇換成5000轉 雖然說風扇的噪音控制在50分貝 但是125W的功率進來有到80度 可以說壓制力實在是大打折扣 請大家不要再走我的原網路 轉速太低真的吹不動 至於顯卡方面 溫度是73度 6.85度 195W 功率風扇轉速大概2000轉 距離45公分下的噪音是45分貝 表現還算可以 那我換裝在SUGO16上的噪音是47分貝 不過換成H1裡頭就快要50分貝了 個人覺得已經吵蠻多的 在CPU單考的壓力測試的時候 其實只有43分貝 很明顯這個機殼讓顯卡的散熱處和問題 導致風扇轉速飆高 看看遊戲畫面 一開始衝過彩虹大橋 風扇轉速還在2500轉上下 FPS跟4070Ti 跑分相同差不多差了20%左右 飛久一點就會發現風扇轉速就不知不覺的飆高到3000轉 如果你是用這種短卡雙風扇的顯卡的話 自己散熱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小心顯卡的風扇轉速就會飆高起飛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這種雙槽短卡有哪些機殼想要測試的話 歡迎也讓我知道一下 有機會再跟大家交流 最後更新一下那個4070Ti在H1的氣能配置 後來發現是因為我的主機後方離牆壁貼太近 導致熱氣回流 後來我換個角度 一側貼著牆壁 這樣就可以確保所有的熱氣都會從後面的三角形區域散去 遊玩一陣子之後 風扇轉速從之前的2700轉下降到2400轉以下 還算是蠻明顯的 如果你不能接受寫著擺電腦的話 你可能就要準備透明塑膠帶還是塑膠片來做個倒風罩 在這邊跟大家說個抱歉 上次有這個小失誤沒有注意到 那還有人在問我說這個攜帶式的螢幕啊 我就拍個盒裝給大家看 那真的就是那種沒有掛牌的 品質也沒有很推薦 我的HDI線現在已經有點怪怪的 還好現在Type-C接在蘋果電腦上 剪輯附螢幕使用是沒有什麼問題 後續我打算換個Type-C轉DP的線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次的簡短更新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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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